嘻嘻嘻嘻嘻 还有三个蛋在里面 诶 出来啊 哇 这个是鸭 还有鹅啊 不知道 反正这鸭蛋跟鹅蛋是混到一起去了 混蛋 要不要帮它剥一下它的壳 它好像有点困难 应该不用啊 有点像鹅的头 那眼睛抱抱的 帮它剥开 它好难出来 不要不要不要它 比如说你帮它 让它出来 好像体伤力更加不行 你说把它跟小鸡仔放在一起 它们不会打架 不会 你不拔那里嘛 诶 上面那群队 我现在当负贪医生 嗯 嗯 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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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的油 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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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它的粪便 嗯 又出来了 我越看了越像那个 又有点像鸭 又有点像鹅 又有点像鹅 嗯 硬开点 大家觉得是鹅还是鸭 嗯 因为我放进来的蛋 我也不敢确定它是鹅蛋还是鸭蛋 因为叙梦跟孟瑶两个搞混在一起 有啊 我们的鹅是白的 但是它的羽毛是黑的 你看到没有 夹掉 出来了 都已经没有 给给给给给 挖的出来了 它还不适应外面的环境呢 拉吗 不拉 拉一下吧 又想让它自己出来 然后又想帮它一下 嗯 它皮肚很大吗 呵呵 呵 肯定皮肚大了 帮它下吧 嗯 我看它累了 它站在这里面 嗯 唉 这咖子对了 好啦hour 尋找暖和的地方 关了关了 啊 上下下下下 呀不然它冷了 我要把它拿去跟下面的小鸡放在一起 可爱吧? 不会被鸡踩哦 这样你站不起来吧? 鸭子本来就是短短胖胖的 就是扒那种感觉 就像我们摇一样吗? 像你一样 像你叔叔 那两个半坏了 可爱吗? 你看它的羽毛已经有点蓬松了 哇就只有一只 它的叫声跟鸡差不多 你看 给我摸一下 给我摸一下可以吗? 摸 小鸭 那个是小鸭 不是鹅 小鸭 不摸了它掉下去就会 我放了跟鸡放在一起 哇跟鸡做伴了 会不会被踩呢? 给你们加个小伙伴啊 小鸡们 这更难说 妈 这是你们家的唯一一个不一样的 那个都怕 它有点怕 它鸡又怕它 它又怕鸡 没事 他们两下就认识了 它发抖了你看 太冷了 大家在那喝点水吧 它会走的 它不喝水吗? 它不喝水吗? 等一下 它自己慢慢长大就会喝 好像它发抖了 太冷了 不是 它是怕它们发抖了 吓得发抖 那怎么办? 等一下我观察一会儿 不知道它们在一起相处会怎么样 你看它嘴巴也知道啄东西吃 你们几个 不要欺负小鸭 很怕 很怕 真的怕小鸭 不用怕 不用怕 它是来跟你们做朋友的 不是朋友 而是一家人 我怕它就一只 它那个 饭都不会吃 让它喝一口先 让它感受一下水的味道 它还从来没喝过水呢 一生下来就没有喝过水 一根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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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到 赶到赶落里面 熟了就好了 嗯 混个熟点就好混点 嗯 大声大呼呗小鸭 哈喽小鸡们 你们好 我是小鸭子 盖起来冷了 不冷 大冷啊 不冷里面有温度的 你放手进来 温度很大 待会我还要把它们拿出去晒太阳呢 鸭子呢 是去咬那只鸡 现在好像他们生活的还行 就是相处的还可以 刚开始很怕 现在很怕 鸡跟鸭相处 鸡同鸭酱 都听不懂 就是那只鸭还不知道吃东西 它不会吃 真的你看它老是喜欢吃鸡身上的东西 不是它的羽毛吗 那只鸡厉害哦 哈哈哈哈哈哈 足了它一下它跑了 足了它一下它跑了 但是 所以 好